大家好,我杨风,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 川普在今天下午大约2点45分的时候,有一个新闻演说, 这是大家所非常关心的,因为在昨天星期四的时候, 北京通过了香港国安法,没有意外, 川普在演说的时候,对北京发动了非常猛烈的攻击, 全篇几乎都在批评中国,说中国把对香港的承诺, 从一国两制,变成了一国一制。 但是,对于昨天,美国明尼苏达州的 Minneapolis, 所发生的暴动和警察暴力事件,川普是知智未提。 川普在演说中,宣布了好几个针对中国和香港的措施, 美中的冲突,美中双方的争议,再度升级。 川普今天的演说,大家在网络上看到的分析和评论, 可能会有一点混乱,会有一些不同的解读。 杨凤在听了川普的演说之后,又找了两三个美国媒体的英文报道, 包括CNN和NPR的报道。 我会把其中的分析点,还有为什么会出现分歧的原因,说给大家听,供大家参考。 虽然许多人预测,川普在今天宣布对北京的惩罚措施。 但是,美国股市的中概股,早上一开盘的时候,是微幅上涨的。 过了一个小时之后,中概股的涨幅扩大,一直到川普的演说。 在川普演说中途,美国股市,包括了中概股,开始下跌。 但是,在演说完毕之后,不论是美股,还是中概股,都上涨。 并且,中概股的涨幅,比演说之前,还要大。 我们看画面,今天的美国道琼指数和史丹普500指数,几乎都在下跌区域。 只有科技股云集的纳斯达克,保持了微幅的上涨。 道琼指数,从演说时候的低点,拉回了400点左右。 而中概股方面,是普遍上涨,其中经多东上涨超过10%。 为什么中概股表现这么突出,其中就已经透露出信息。 而杨峰的看法,和今天股市的中概股表现,是一致的。 川普演说的内容,有几个重点。 第一,美国将停止资助WHO世界卫生组织,终结与WHO的关系。 因为川普控诉,中国对有194个成员国的WHO组织,有完全的控制权,total control。 川普批评,中国对WHO施加压力,误导了全世界。 第二,美国将禁止与中国解放军,有关联的留学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入境美国。 因为这些人员,可能会参与取得美国的专业知识和学术的研究,然后协助发展中国的军事力量。 川普说,允许这些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入境美国,可能会危害美国的利益。 据估计,这可能会影响至少3000名的中国学生。 但是,白宫表示,这一项禁令,不会影响合法入境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这个措施,在川普演说发表不久之后,白宫就发布了一个公告,暂停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入境美国。 说,这项措施,将会于下星期一,6月1号的时候生效,一直到美国总统,取消终止为止。 第三,要制裁参与香港国安法的中国官员和香港官员。 刚刚讲的这三项,都是确定的部分,另外还有一些不太确定的部分,是因为川普只是说, 他要指导他的总统工作团队,去研究一些措施, 但是,并没有直接的公布,结果还是在研究中。 第一个是,针对中美两国的公司,在金融市场上所涉及的不同做法。 川普只是要研究一项,因为他认为,美国投资者应该受到公平互惠的待遇。 第二项,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部分,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待遇,包括了引渡、贸易和旅游。 川普说,北京通过香港国安法,将会影响美国与香港达成的全方位协议。 在旅游方面,美国在亚太部署的海军,很喜欢停靠香港,在香港补给。 另外,美国大兵,也非常喜欢到香港,这个国际城市去玩。 香港是一个国际港督,画画城市。 但是,这方面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还是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 这两个部分,都还没有确定。 如果您在其他地方看到说,川普决定,要把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要离开美国。 或者说,川普已经取消了香港的特殊地位待遇。 这个说法,还言之过早,还没有确定。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分析。 今天美国股市的中概股,大幅上涨。 这是为什么? 并且在川普演说之前,就已经上涨了。 我们不要忘记,川普之前曾经下令说,美国联邦退休基金要撤出中国股市,不能投资中国了。 然后,上个星期五月二十号,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一些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 除非他们遵循了美国的审计法规,并且,要和中国政府划清界限,不能有任何关系。 这两个措施,对中概股,都是一坏消息,让中概股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昨天拼多多,也只有六十块钱,今天就上涨了百分之十,接近百分之十亿的涨幅。 有一个原因,这是利空出尽,因为投资人不预期说,川普今天的说法,会让美中关系更大幅度的后退。 也就是说,川普可能不会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还有一个原因,本来演说之后,中概股开始回跌。 因为大家看到,听到说,川普交代他的总统工作团队,要去研究,去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大家就开始紧张了。 但是,十分钟之后,投资人发觉,只是研究而已,并没有说一定去做。 于是,中概股又再一次上涨,涨得更高,一直涨到股市收盘为止。 这里我们就要特别地指出来,川普给了一个很大的弹性空间。 川普说,他交代了他的团队,去研究,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他没有说,要立刻实施,也没有说不住。 但是,所谓的研究,空间就很大。 这是一个政治的语言,一个政治的表态。 因为川普他前两天还威胁说,如果中国政府敢通过香港国安法, 那么,他就会制裁中国,会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这是言由在而。 他不能够让人家认为,他是雷声大,余点小。 所以就保持了这个弹性。 一方面,他的说法是,已经交代了他的总统工作团队,去研究了。 这个说法,可以继续地对北京施加压力,保持压力。 另一方面,时间久了,也可以不了了之。 或者,他会说,在考虑了对香港人民的影响之后, 他决定不去撤销香港的特殊地位。 这是一种仁爱仁慈的表现。 之前也不是没有过这种例子。 去年,伊朗打下了美国的无能机。 川普的说法是,当时他已经下令,让战机去轰炸伊朗。 但是,在考虑对伊朗人民可能受到的伤害之后, 他在最后的十分钟,取消了轰炸的命令。 有一点要特别的说明,美国对香港有大量的贸易顺差, 美国每年有几千亿美元的贸易赤字。 去年,2019年,美国的贸易赤字是6168亿美元。 美国对大部分的国家是贸易赤字。 但是,美国对香港是顺差的,并且还是单一经济体中,贸易顺差最大的。 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是311亿美元。 而去年,2019年,美国从香港进口的商品,还不到50亿美元。 所以,如果美国取消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的话,受到影响最大的, 会是美国和香港民众。 当然,如果美国真的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待遇,也会影响到香港的金融地位, 甚至于影响了中国大陆。 因为香港是重要的人民币境外清算中心。 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再做更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无论如何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待遇,美国绝对会受到影响。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川普的确是增加了一些新措施,要惩罚中国,或制裁中国。 我们前面说的,限制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留学生和研究人员进入美国, 还有制裁参与香港国安法的中国官员和香港官员。 可以这么说,美中关系已经跌到了地板,并且还在下跌之中,看不出有任何改善的迹象。 最后一点,这里是比较有趣的现象。 有传闻说,北京要通过香港国安法,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大致底定了。 但是,这半年来,西方国家好像没有任何的相关消息。 从这里可见,北京的保密功夫是到家了。 另外一方面,美国欧洲和日本,甚至于台湾,都没有这方面相对的情报。 我们在上一集节目有提到,美国在香港的领事馆,有超过一千名的职员。 这是远远超过了一般领事馆的需求。 而香港算上是美国在亚洲的情报中心。 同时,英国驻香港领事馆的职员,也超过了一般正常人员的需要。 但是这一次,西方国家的情报,似乎没有预料到香港国安法的制定。 在这里,跟观众朋友说明一下。 我们节目的定位,是国际政经时事节目。 我们是研究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和战略格局。 我们评论各国的策略和战略布局。 当我们做趋势分析,预测和判断的时候,不会参入任何的立场。 因为当一个人有立场的时候,预测和判断就不会准确。 我们在节目中没有说过,我们的节目是中立的。 因为没有人可以做到完全的中立。 但是,我们会中肯的分析,实事求是。 所以在过去,当我们谈论美中贸易战的时候。 我们说,美国这项策略,或者是措施,可能不好。 就会有网友说,我们是大外宣。 而当我们说,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措施,会影响到中国的时候。 那时候,又有人会说,我们是跟着美国跑,是美国的喉舌。 这些都不必要。 我们节目,不走极端,只是中肯的分析。 大家看节目的时候,不需要太过的严肃。 不管您是什么立场,听听我们的节目,看看我们的分析。 这里是杨风时评,提醒您,打开视频右下方的小铃铛, 这样您才会收到我们新节目的通知。 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